这个人接太口了 我给他接6000块钱 他都给了我三块是破银院 银院就是钱啊 给三块银院就相当于给钱了 来我看看是啥的银院 我看见这三块银院我都赖气了 就是点银子 你说能值多少钱 银院和银子区别很大 谁家的银院也不会挡银子卖啊 你直接给你这三块银院状态都不错啊 全是成一色的搞粉银院 大头穿样战刃 谁说都不是啥之前的必中 但是像这种未流通的状态 还是挺习惯人的 这请您送送卖个6000块钱 搓搓犹豫啊 不对啊老板 这些银院不是才十几块钱 还是几十块钱一个吗 现在咋长那么多 几十块钱一个的话 那都是一二十千千的事了 现在何况这个银子它都长了 26.8克的银子 你算上都多少钱了 更别说像你这种豪贫项的银院了 这贫项哪里豪啊 这一个一个看着毁不露出来了 不认识了 我给你拿到桌上就先挨事 你这话是家说的 这三块银院这可不是毁不露出来了 能达到MS级别 就说明这银院啊 它没有溜通过 我看这哪一个这笔面 这都带冤广 你这卖银院了 我很好奇啊 你这家说的事都是翻话啊 我给他借了六千块钱 他家也能够我 六千块钱够不够 我还想说他会借我一万来 结果就给我拿了这三块银院 我当时李妈都生气了 这也翻说拒绝这三块银院 我认为他们也就百十块钱 一个的东西 这也都借了 就堆了一顿 说他装清高 然后我想说他拿这三块银院 大话要叫法子了 这也就给他叫准了 然后说了这三个银院 如果补值六千块钱 我都给他断寝了 他就广效不说话 我也想说他杀我了 其实你这是误会那些了 请姐妹之前啊 不应该相后低规 老人家紧张说 有个银好好爷 就是这个道理 我敢再打开给你估个价 我还以为你不相信 价钱是咋回事的 原来是你和那街 挠别扭了 这么跟你说吧 这撒银院 你六千块钱买的话 肯定是不够 就嫌说这个六十四份的 占样 一面带低广 确实没有刘同国的状态 市场价和这个冤大头 它是一个级别的 就是三千块钱来 挥手价 现在是绰绰有余 我真是丢了就大了 我真是没想到 这一块都能卖三千 你懂那我还想 清晴晴晴的给他 大多说了一二十六千 我都害他一生奶奶呢 哎 其实这也不怨你 只能说明啊 你太小看这些姻缘了 从你赶紧惊了 说几十块钱一个的时候 我都看不来了 你看这两块 这都没啥将的了 拼几粉说 这都是六十四甲 拼粉接近六十五粉 六十五粉在MS级别里边 也算是冠军粉了 所以单看粉说 就非常直见 他们俩的状态的话 只能说是无可调剔 你看这穿样 这带低广 耀眼明广了 大头 它是一个散尿院 鼻面穿审的 大概给您说一下市场价吧 两块七千左右 三块夹在一起 这都一万块钱了 你说实话 我在姐妹面前 从来都没有数过 要不是孩子需要买东西 我姐也不会这么狼狈 所以钱到一万 那姐也不是外人 请姐妹之间啊 偶尔来一点这个消大消闹 这都属于正商 你也不要太介意 说到底啊 还是你不懂 太小看这些因缘了 殊不知啊 这些因缘的价格 这些因缘长得也太萌了 饭馆能接这个人啊 也不错 你看 接六千 也算是给你一万了 你想把这个事给办了 一会把钱还给他 不就行了吗 也只能闲叫他们贬现了 这次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大意识尽中啊 别太嫌疑 一会又签了 多给他点 给他倒个线就行了 好 对